近期全国各地失踪事件频发 短短几个月内 警部完全统计被曝光案件 竟然就高达20余期 江西少年胡新宇爆出失踪死亡事件后 中国各地陆续传出人口离奇失踪消息 吉林高三女生郑春梅 失踪长达87天 依旧找不到人 由于和胡新宇失踪时间只差20天 父亲生怕爱女变成胡新宇第二 心急如焚 网友质疑 一个两个可能是偶然事件 但在同一期间 一大群孩子都失踪 难道暗藏不乏密心 年年都有 总共21个 如果不是胡新宇一家 往后我们不知道 会有多少孩子会这样消失 胡新宇被消失谜团 全中国持续发酵 为厘清案情 网友不断测试各种疑点 在推特账号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举行的网络民调中显示 高达七成民众 不相信他是亲身 有人急于弄清真相 更直接跑到案发学校附近 想要寻找蛛丝马迹 甚至还出现了夺取器官阴谋论 小胡的零件 在10月14号当天晚上 他们就开车 开了一辆很好的车 直接送到了上海 直接送到了医院 直接送到了手术台上 京城那两个保护山 为了霸解这神秘的大羊母 下下命令 将他们寻找三个零件 据知情人透露 江西这些年丢失了1900多个孩子 盛传胡新宇血型特殊 近期曾做过身体检查 而江西当地存在组织 严密的器官贩卖集团 网友说法五花八门 却也揭开了中国器官移植黑幕 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 都没有按照医疗法 来做相关的处理 大陆许多的传言认为 胡新宇有可能 因为他很年轻 那么可能被摘除 他的某些身体上的一个器官 那么移植到大陆的某些 大官也好 或者是负伤也好的伸上去 其实有一些地方 也慢慢传出来 有一些高中生 或者是一些青少年 他们无故失踪 那一直到警方 都没有提供任何的线索 或者是说 这些线索可能被封锁住了 涉及到政府威信的 相关社会事件 对中共来说 当然他会严加的来去保密 社会当然会对这样的事情 会非常有疑虑 中国器官移植始于1960年代 90年代大批海龟派 回到中国后步入高峰 根据民间机构统计 两千年以后 中国每年有150万重病患者 需要器官移植救命 但公体却不到一万个 即使是2010年代 捐献率也只有百万分之零点六 让人不禁质疑 器官究竟哪里来 2019年 中国移植发展报告数据显示 器官捐献只有五千八百一十八例 移植手数却高达二点六万例 位居全球第二 统计到2022年六月为止 中国器官捐献的登记人数 超过四百七十七万 七年来成长百余倍 去年九月 中共国家卫健委表示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订 颁布实施 不少人忧心器官移植合法化 后果不堪设想 让这些需要器官移植的人 能够透过一个 有法律保障的途径 来取得他所需要的器官 但实际上他对于所谓的 被剥夺或者是说可能用不法的方式 违法的方式 甚至恐怖的手段来去取得器官 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基本上很难透过法治 这样去规范 尤其在中国 胡锡尹这个事件 这么多人愿意扮演可能 那个原因很简单 就是政府都不透明 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案件都不透明 都企图掩盖 官员对法治不重视 有法但是没有依法来行政 这个是一个最糟糕的 中国过去曾使用死刑犯器官 当作器官捐赠的来源 直到2015年才因法轮功 活摘器官争议遭到禁止 即使修订了人体器官捐献 与医治条例 对器官捐献才自愿无偿原则 但胡锡尹事件 民众质疑声浪不断 更凸显了中国政府 身陷信任危机 经讯新闻 发言好 傅建成 蔡美国博导